众所周知 美国空军的B2幽灵战略轰炸机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隐身轰炸机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强的轰炸机 B2幽灵由美国的诺斯罗普和波音两家公司 联合麻省理工学院 共同研制的一款战略轰炸机 于1997年服役美国部队 作为目前全世界唯一的隐身轰炸机 B2幽灵的造价可一点都不便宜 单价造价为24亿美金 因此即便是土豪如美国 也仅仅造了21价 而近日美国一知名媒体报道 根据美军的最新计划 美国空军将会在2030年前后 将现役的B2隐形 以及B1B枪骑兵两款轰炸机全部退役 这些轰炸机在退役后 所留下来的空缺 将会由美国下一代战略轰炸机 B2-1进行补充 事实上 有专家指出 美国之所以如此早地 将B2幽灵列入退役计划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价格问题 B2作为全世界唯一的隐身轰炸机 本身的造价就极高 而且每次出动B2轰炸机 除了消耗数百万美金的燃料外 其他的一系列损耗和维护费用 加起来高达千万美金 因此对于美国空军而言 B2虽然是一款战略神器 但也是一头吞金巨兽 而目前B2-1的初步保价 大约为4亿美金 而且维护成本更加低廉 但是其整体性能比B2还要强上一些 因此舍弃B2怎么看 都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事情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